部落有许多文化特色、农特产品、在地美景等资源 大家如何透过观光旅游又能够保留部落的角色定位 展现部落带来经济发展 这就是部落当前所面临的课题 因此牙剧场就在金峰香举办一场部落生活美学及大地剧场讲座 特别邀请到旅行社的总经理来分享文化旅游的经验 部落有许多文化特色、农特产品、在地美景等资源 有利于发展部落观光游城 但如何在观光发展与部落角色之间能够取得良好定位 让部落环境品质提升还能带来经济效益 这就是部落当前所面临的课题 因此牙剧场在金峰香办理一场部落生活美学及大地剧场讲座 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自己自身的部落的样态 一个样貌是长什么样子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跟分享 相信能给我们自己的部落族人有更高的一个视野 那我们也相信说在李文蕊老师的一个分享里面 我们更能知道说自己的部落 不管是在自己的天然资源 还是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 更能知道怎么去做一个运用 拥有32年观光旅游经验的旅行社总经理李文蕊 透过自身对部落观光旅游的看见 盘部落创造产业链并发掘在地资源与应用 这个我32年的观光旅游的经验 如何透过观光跟文化解码的方式 把这边把它解码解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一直在推广所谓的生活剧场 那生活剧场在部落旅游每天都在演 你看在我们的婚伤剧场坐下来 老人家一坐来就吟唱了 那个叫剧场 那这剧场如何去转换变成 它是可以表演的 而且是很自然的 不是刻意的 这是可以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常在会 也是做了十年了 而且也外国人来看过 这绝对是可以推 观光旅游与部落文化如何取得平衡点 透过旅行社的分享 期盼为部落观光产业带来新奇迹 解长洁 金凤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